HELLO 大家好,我是Hebe 繼續回來這個港產片電影朝聖系列 因為早幾天開了一個直播 主要是找上海灘島性的場景 竟然被我們找到高難度挑戰的場景 就帶大家回去1937年的7月 同樣都是牛年的上海市 許文強死之後 上海灘大坑許文強被殺身中46槍幣名? 1937年7月? 今天是1937年7月? 是啊,牛年了嘛 做這個電影題材 其實我盡可能都很希望 將電影中很多不同的淋淋種種 就算是一兩個鏡頭的電影場景 都很希望告訴大家 但因為製作很多時候 因為我一天真的做不到那麼多東西 如果要走來走去 又去天又去地又去東又去西的話 那個生產量 出片的量一定是沒有那麼快的 所以有一些場景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重要的話 我都希望就這樣交代 而未必一定去實景 那邊看 就好像說到這個地方 電影裡面 北京人體特異功能應用研究所 其實它本身是一間中學來的 在寶馬山的 蘇折工學來的 也有一個地方 如果你看片尾至謝位都看到了 有一個荃灣的圓圓學院 其實電影開初沒多久 周星祖跟大軍等人 發工的時候 互相較量特異功能的時候 有一幕就是皇上和開鑑的那一道 樓梯級的位置 就是圓圓學院來的 接著我來找的地方 相對是會深入一點點了 哪個人在這裡阻流阻世啊? 我?你是誰? 是啊,我周星祖,卓浩道成 你什麼? 我是王局長,卓浩奪命膠剪腳 什麼腳? 奪命膠剪腳,凌空飛起一劫 劫爆你的頭 也是吳曼達三叔的離世 不說政治的部分 雖然我對於他晚年的政治取態 並沒有好感 但他對港產片的付出的確是存在的 今集看回製作上 還是找場景的過程當中 都會想起很多這部電影中 他的精彩演出 多勝 上面就是三叔和阿昇仔的住屋 連著直升機瓶而已 之前有很多人問過 回到1937年上海之前 發工的直升機瓶在附近 應該會看 其實他連著屋子的 他本身就是 WWF世界自然基金會 在圓州仔的 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打算今天會開 但原來是不行的 我剛才問了 這裡有個接待處 那位小姐說 現在登記星期四才可以去看 今天就是星期三 沒辦法了 這裡就是他的訪客中心 訪客中心的設計也很漂亮 圓州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這幢建築就是電影中看到的 同事也是在無間道義中 魏家大宅出現過 我喜歡藥 出了個帳嗎 抽你不帳 還要服你一點 老實說 其實爺爺這麼女人型 一找到我阿嬤就算厲害了 聽說有個 混蛋幫他 混蛋? 好了 這陣子拍攝都很辛苦 神經病 我在跳石仔 跳一下跳一下就看到 這個直升機瓶 剛才有些街坊說 看看有沒有位置攔住 攔住就不要進了 犯法的 都對 若然沒有 都走過去看看 似乎就 輕鬆到達的 街坊就走這邊 到的了 跟著他們走 又不是說什麼特別的 可能這條才是正路 升機瓶就到了 不過比我想像中 少人一點 走星組 我都猜到是你的了 單眼路 你怎麼那麼近時才打到我們了 走呀 你怎麼… 你沒空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升機坪其實不是很特別 不過很多人在拍攝和拍攝 哥仔說有兩條路可以過來 他說應該不犯法 大家就自己衡量一下 因為我沒有看到不准進入的字眼 覺得可以試一下 這裡真的不能進去 建築真的不能進去 這裡就是新娘潭這個地方 都很靜 隔很久才有車經過 第一次遇到如夢 還是如仙的地方 這個有相當大的難度 覺得很可能會在新娘潭 應該會解釋多一點 翻山攝水 來到沖尾 這裡看到 和兩個岸之間的渠 都很接近 但我覺得不是這個位 雖然對面有一塊 很大的平地 首先我要說說 在山上 其實電話面是很一致的 就是有四個 這樣起伏的山峰仔 這裡還有一個 這四個山峰仔 和電話面應該是很一致 加上再考證 當年 1991 1992年 這些時間 全港降雨量 去分析 當時的水位 船灣淡水湖 的處水量 不應該這麼高 所以很可能 我們要往那邊走 才會找到 我看是否剩下的士 來找你再說 這裏有小路 這裏不是一條河 這裏是一個水塘 所以水量 會影響到 兩岸的位置 像現在這樣 看到這裏 其實草地的部分是有的 而這個地勢 你看到這裏 我不知道看不清楚 兩個位置凸出來 凸出來 這兩個位置 你就會發現 很可能 這裏第一次 就是見到 如先的地方 也就是 回到1937年 上海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剛有的士經過 他應該挺容易 找到的士回到市區 幸好阿爺有全家之寶 這件寶物是專醫了急的 看 現在來到西貢白沙灣 再上的一個墳墓 下一個位置 後面有觀眾 Hello 他經常看我的台 都很有趣 如果在附近住 或者大家聯絡 有機會一起找阿景 互動性 我覺得有時候也很重要 多多支持Hebe 今天來到這個位置 如果前附近直播的話 我們找這個位置 找得很辛苦 原本就以為在荃灣那邊 但是原來再找一找 就找到白沙灣這一邊 找到什麼呢 就在找到黃金貴 當年埋伏 丁山的地方在哪裡 也都在說什麼呢 許文強 在哪裡 當時這裡是沒有那麼多草 然後呢 對一對電畫面 電畫面就在這裡 有一個高處 有一個高的鏡頭 拍下去 所以當時看到 就是草 樹後面 的墳墻 那這邊也看到 就是剛才有個空地 空地下面有車 所以在看電畫面 就會看到 墳墻的位置 是完全一樣的 好了 再看看 決鐘了 遠處的白色屋 阿昇仔在發工的時候 背後就是有這間屋 所以加上 種種地理環境和因素 加上地勢 路況 都可以很肯定 這一塊空地 就是黃金貴埋伏他們的地方 沒有就沒有 因為那些樹 如今已經高了很多 下面是一個山坡 黃金貴 就在下面埋伏了很多人 不過這個山峰真的很厲害 觀眾看到那邊 那幾個 四個山峰 對啦 觀眾看到遠處那邊 那幾個山峰 其實考究這個墳場 都是當時的觀眾一起找 第二部分就是這個墳場 其實有路 因為當時有說 如果劇組要拍戲的話 放幾部車在那裡 還要公公車 不可能是選一些人 去到車去不到地方 所以就一定就在這裏了 喂 你不要敬酒不飲喝罰酒 你不要敬酒不飲喝罰酒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走 這麼厲害 他想說什麼你都知道 奸佬的對白很厲害 我們那個年代部部戲都是這樣說 好了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一個都是大佬級的 都是超級難找的 因為有的線索真的不太多 不過我很喜歡大家一起互動 可以跟觀眾一起去找地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可以分享 什麼都可以的 電影朝聖系列的支持者可以加入這個會員 可以去支持我製作一些好的影片 多謝 今天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影片再見 拜拜 我要殺死叮鈴這個混蛋 殺死叮鈴這個混蛋 弟兄 我最後一個願望 就是要你和我好好地地 要過於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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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